那书接上一回 那这一层屏障啊 压根就没突破过去 当时因为害怕 那种梦境 心境才是真的体验 那有的时候你过不了 这一关他就是过不了 所以当时就回过神了 一下就梦中惊醒 那么这是其中一次 再早些呢 举两个例子 首先一个就是老说梦魇 说梦魇 我从来没体验过 然后呢就想 就用这个加强自己意念 我能不能来一次 我也体验一次到底什么感觉 那个时候呢 就在睡觉当中 突然醒了 醒了之后意识是清醒的 甚至都能睁开眼睛 但是这个手脚动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也是比较恐惧害怕的 但是因为你先前 有了这种 那这个梦前的意识 就是你想做什么梦 这是普通人 但是我们是这么说 如果对于修这个恋者来说 有一定高境界的 像道啊 像密宗啊 都到一定层次有家梦 这一层树法 是比较厉害的 当然比这个水平要高的很多的 各种的树法很多 这其中一个 那么 然后 他就梦到了 他就这样 像有一些类似的朋友呢 我身边的一些道友 也有这种灵魂 这个出体 那么 刚开始 他也不习惯 就在这个周边呢 床的周围 也不走远 因为他很害怕 就像我们前面那个梦一样 他是真实的 所以呢 就是 像这个 孙悟空分身术那样 所以一定 我这个魂魄出 几千万里外 那个 我们还达不到那个境界 还差得远 再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小的时候 这一次就更神奇了 说怎么样呢 出现了三个 那三个都是自己 有些人就要想一想 这是不是所谓的 三魂呢 真的搞不清楚 不过那一次 确实看到了 说 在这之前 说什么 天魂地魂 不常在 这个 人魂 常在命中 等等 这种类似说法 那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这个 天魂地魂跑掉了 那很奇怪 我在 很小的时候 在床上睡觉 那么醒来之后呢 就发现 看到自己在床上睡觉 那怎么看了呢 就我已经变成 空中飘的那个 才是我了 不然看不到下面那个 然后呢 地上发现还蹲着一个 就在这个 后面墙根下 四周笼罩着 一层迷雾一样的 比较阴沉沉的这个人 但是呢 还是我 因为我本性 也不是说 多坏 所以呢 而且我上面这个 就飘起来 这个跟下边说话 问他 你在那干啥呢 还用这个唐山话 然后 抬起头来 看一看 我也知不知道 又低下头 就这么有意思 那一次 大家就 一般人肯定是没有这样的经历 那还有一次呢 那所谓魂丢了 就是 小的时候 出去跟奶奶 到坟地里 然后挖野菜 挖着挖着 他在前面挖 我的后面 就往另一个方向跑 一直跑 啊 就 就追你啊 给拉回来之后呢 就哭 梦里啊 就说 我要吃西瓜 我要吃果豆 那问我为啥哭 那从小 然后我妈 塞一分钱到我手里 啊 一开始塞的纸票 说这不是钱 后来呢 就 这个塞到手里之后 真正的 才睡着 但是在这之前 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我爷爷 通过一定办法 就批快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